第六十二集 我来了快半个时辰了 总也不见你的眼 想着还真叫他说准了 正着急呢 却见你在这转眼 穆子叙漫不经心地左右看看 只因人来人往的 很是嘈杂 点头会议说道 我大老远从关外赶来 瞻仰活佛圆寂大理 一片的潜心 哪里就迷路了 道叫哥哥嫂子操心了 说着将手一让又到 嫂子寄来了 我们一同随喜随喜 两个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又到后边大悲殿参了佛 便从殿东边宝华门 学进毗卢院的后面 这里地处高岗 风大气寒 游人很少 但见一带大江 从港下一弯向东 兰若院满是野草 砖缝里窜出的野蒿 有一人多深 雕黄枯萎 景色十分凄凉 下后边缠山望去 但见一重重 电雨破败不堪 灰暗高大的角楼 在冷风中 嘶嘶微笑 我和你大哥 只来过这里 后头 由总督府进行告示 说是高僧修化之地 又戏 威楼险房 游人一概不得入内 使剑梅低声说道 你见过的那个渔医师 就住在这院 说是戒宿 恐怕是手 这道门槛 阿弥陀佛 这么旺的香火 这么大的寺院 怎么后头 乱葬坟一般 木子续正诧异 他突然提高嗓门 换了话题 早见一个高大身躯的 赖头和尚出来 心下 不禁佩服剑梅的惊喜 只随口答道 哦 是吗 真是怪事 二位谈乐 那知客森过来 一掌当凶 躬身说道 请二位回步 后边 是本思禅师 面壁坐禅之地 虽然破败 却是圣地 方丈发指 无论何人 不得接近 期望赎罪 木子续盲陪笑道 啊 家母 令我难来还愿 从关外 跋涉四千里 就图参拜活佛一面 请和尚 慈悲方便 信民 只见一面就走 如何 谈月恕罪 赖头和尚 闭目 和尚说道 这是法旨 小和尚 不敢为牛 阿弥陀佛 木子续沉吟 片刻 一眼瞧见 于一是 打前妙进了 推开兰若院 一间破僧房进去 便装作不理会 从怀中取出了一张银票 说道 唐尊 发愿十分虔诚 这是两千两银子 对的金陵前站的银票 我家辛苦一生 清囊献来 别说姓名和尚 就是我佛如来 也该接见一下 布施这么大数目 那只客僧 迟疑了一下 说道 这时 孝增伟师做不了主 既然施主 有施善宏愿 请二位 到前头 先在庙香花雨 摘风茶 说着 将手一让 前头带路 向东 雪转 进了香林门 里边是一排精舍 中间一座 两层阁楼 泥金黑扁 上写 庙香花雨 四个楷书大字 楼下三间亭屋 窗名寂静 收拾得十分整洁 要不是正宗 一幅达摩 一尾渡江图 与 官厅迁押房 也不差多少 赖头和尚 为他二人沾了茶 说道 这就是 本寺方丈经社 请稍候 贫僧 去请 唐头大和尚 说着 并驱不退下 走至街前 仿佛有点迟疑地回头看看 蠕动了一下嘴唇 却没有说什么 快不去了 屋里留下了他们二人 对视一眼 谁也没说话 使剑梅上下左右 看看房中陈设 按上 糊的牺牲来 这神桌前 将那幅达摩 一尾渡江图 指一仙 说道 子序 看 穆子序 转脸一看了 后头 却是个神龛 也不见出奇 指里头供的神 非佛非仙 却是个 美貌的少年 折扇当凶 背插欲敌 煞是古怪 再向离开 贴巾后臂上 文文有一道中缝 显见是个暗门了 穆子序先是一惊 接着目光一亮 这不是康熙十二年 诸三太子 在京剧中造反时 供奉的 中三郎大仙吗 终于找到你了 穆子序又兴奋又紧张 心头突突地直跳 急急说道 放下吧 我得住在这里 使剑眉 见穆子序脸色发白 忙放下了话 说道 不行 这儿太险了 不险 皇上叫我来做什么 穆子序说道 我要住在这儿 三天之后 夜里子时 请大哥发病接应 为什么是三天 啊 我一直没歇 很累 再说 这庙里 高手很多 我得等机会 说至此 便听院外 噱声驼驼 一个黄眉老僧 身披袈裟 款不进来 合掌 垂目 打一问讯 阿弥陀佛 老纳 绝缘 积首问安 二位施主 喜乐 安善 穆子序 忙起身 何掌道 信民 礼日生 自 长春 专程 拜业 赶紧方丈 大和尚 开方便之门 云我 疏扫 叩 姓名 活佛 绝缘 向中唐 岸前 欠身 坐了 沉吟着 说道 方才 明玄 已经 禀过 令唐大人 潜心 可敬 姓名 弟子 自幼 皈依我佛 勘透 三成 妙意 即 诸无 生相 苦乐 面壁 十年 扫 清明 境 尘埃 以误我佛理真谛 下节定于 明年五月二十五日 亥时 作画本寺 届时不但二位 凡天下善男心女 皆可前来 罗拜 此时打扰 甚是不变呢 勿请见谅 穆子虚一听 这个日子 心中 咯噔的一声 这个日子 正是康熙 在金陵之时 却不知怎的 与魏东庭 说得不符 便问道 难道不是三日之后 居士勿勿已 绝缘 豁然开幕说道 三日之后 是 毕图 姓敏 缘济 史建梅 压根不信 这庙里和尚 个个都 空色相通 了道明心 能预知自己 生死之期 真想问一句 你的徒弟们 都一个个 去极乐世界 你怎么赖在人间 不肯涅槃呢 当下 敏嘴一笑 说道 啊 长老 这就不巧得很了 我还要随掌柜的 到扬州 这么长时间 我这兄弟 只能留在您这儿了 说着 将 慕子叙手中 银票取过 双手捧上 歇须香火前 请长老收下 绝缘 有点不情愿地 接了过来 半日才到 好吧 就住在 兰若院 斩盘 自有功应 但要 寻守似规 委屈施主了 慕子叙 被安排在 兰若院 西乡的神库旁的 僧房里 用过武斩 倒头便睡 他自入江苏境内 连日奔波 只在 卫府 睡了几个时辰 实在太倦了 直到下晚时分 才醒过来 外头 已是 薄木明明 玄明送进碗斋 他胡乱吃了两口 倒在枕上 半躺着想心事 此时院外 秋虫几几 树涛阵阵 木骨 隐约传来 更增加 阴森 凄凉之寝 一个姓明 一个姓敏 木子续想 何必是两个呢 又怎样 缘济呢 看来贼人 原之主子 今年 九月来年 先预备了一个 后来听说 改了日期 只好 再安排一个 好灵通呀 这才真的叫人心惊 这寺院 供着中三郎 肯定是杨启龙的贼卧子 老兔里 这么轻易的 就留我住在这儿 是不是看出了 什么马脚 那他 岂肯放我活着出此 正想着 便听院中 稀疏草响 木子续 眼不一闪 翻了个身假妹 一只手 把在腰间 紧紧握住 康熙刺他的 那柄雪缸匕首 老客 你好睡呀 进来的是鱼衣室 卖一收盘子回来 将背上的搭链 向屋角一扔 招呼木子续道 吃过饭了吗 木子续翻身作气 揉着眼睛道 你不是吃油饼的 那位鱼先生吗 真是好本事啊 好功夫 你怎么也住在这儿 鱼衣室一笑 向板床上 扯开薅剑 平躺了 方道 我一个走江湖的 住什么店 有个庙房将就一下 就是天堂了 当晚二人打火点灯 在炕上 你一言 我一语 搭善着 套问对方的经历 家乡的风土人情 直到半夜 各自 替然睡去 一连三日 鱼衣室都是早出万规 木子续 白日进香 前庙逛 后庙游 也不觉什么地方 有异样 但见屋里 多了这个人 木子续 晚上也不敢有所动作 第四晚 便是行动日子 木子续 白日养足了精神 见鱼衣室回来 只推说 身子不爽 躺在床上静卧 听着寺庙 四僧 鸡鼓 鸣拔 板刻散了 鱼衣室 憨声如雷 料他已经沉睡了 木子续 便塌了鞋 悄悄起身 哪儿去啊 正打酣的鱼衣室 突然醒了 啊 小姐 这神山古庙的 你一个生意人 半夜出去也不害怕 鱼衣室 也坐起了身 正好 我也小姐 咱们一道 木子续只好说 那感情好 我正是有些胆怯呢 于是二人一同出去 在 薅草中方便了 折回来 木子续躺下 见鱼衣室 黑悠悠的身影 站在床前不动 便问 老鱼 你怎么不睡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 鱼衣室阴沉沉问道 一边说 一边逼近了木子续 木子续心中 乍然一惊 却笑道 啊 你怎么了 中魔了吗 我是做生意的呀 鱼衣室冷笑着 又逼近了一步 做生意的 还干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的 够当 我打听过了 南京码头扬州府 都没有你家自豪 说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家住哪里 哼 倒乖华得很 一出庙门就寻不见了 木子续听见妹妹出事 心头一松 坐直了身子 一笑说道 老月 别开玩笑 半译三更的 怪吓人的 一边说 一边 运足了气 呼的一个倒立鹰扑 双足 在空中使了一个连环布 正踢在鱼衣室的胸前 鱼衣室全然不料 他手段如此高强 被蹬得连连倒退几步 站定了马庄 一个钥子翻身 也打过了两枚钢标 木子续一个 曹额头将 贴床下地 已将匕首 撤在手中 扎一个白盒亮翅 门户进关 这一番较量 木子续 以致对方 烧胜自己一筹 不由心想 暗暗着急 正没做理会 于衣室 手一扬 一条黑线 竖然而来 而不知是什么东西 不敢用手接 只几个贴地翻身 好容易躲过了 身子没站定 那黑线 竟长着眼睛 又甩了回来 木子续只觉得 右腕一疼 手中的匕首 也飞得无影无踪 一睁之下 于衣室手中 黑锁 早又盘回来 将木子续左臂 紧紧缠在腰间 右手忙解时 才知是 钢丝 缠牛皮条 急切中 哪里解得开 于衣室见他背负 一个虎月抢上来 将锁子勒紧 左翼果 又一拧 将木子续连双腿 都绑结实了 打火点灯 这才宁笑着道 嘿 你功夫不坏呀 江湖上走这么多年 能躲我这盘龙锁三招的 只你一人 你倒说说看 你还是买卖人吗 买卖人 木子续耿着脖子道 这是披露院 不是黑店 你不挤开 我就喊了 喊 喊呗 你把嗓子喊破了 也不会有人搭理你 乖 把你瞧的 哪里就没人搭理了 啊 清风道人 突然推门进来 疯疯癫癫癫的 走到木子续的跟前 手粘着那根黑锁 嘖嘖叹道 嘿 这玩意儿沾少见 怎么弄的 就把人捆得像棍子一般 言又未必 灵醒过来的 鱼医师 早又甩过一根 将清风 依法炮制 却是双手 都缠了进去 鱼医师 哈哈大笑 嘿 想不到你也中了老子的道 清风道士 浑死不去 不知使了什么法子 一缩身子 那黑锁一圈圈 突然落定 双手一摊问道 好鱼啊 你有什么道 能捆清风啊 哎呀呀呀 你是疯婆婆吗 啊 此时木子续 一看得眼花缭乱 鱼医师吓呆了 脸白的纸一样 身子后退着 抖着手 指着清风道 你 你是人事鬼 啊 他哇的大叫一声 扭头变窜 回来吧你 清风不知什么身法 一步抢上 板着鱼医师尖头 掀回来 拾起地上锁子 一道一道的长了 那鱼医师被点了穴道 竟毫无反抗之力 清风口中笑道 这缠人的功夫 倒是没练 怪麻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